就在上周,内塔利亚胡还在疯狂的叫嚣,以色列不惜与全世界为敌,要将哈马斯连根拔起,然而就过了短短几天,以色列就认怂了,在埃及与卡塔尔的斡旋下,今天凌晨,以色列同意与哈马斯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初步确定的停火时间为四天。 期间以色列将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全部军事行动,承诺不在加沙地带袭击或逮捕任何人,并确保巴勒斯坦人可以沿贯穿加沙地带南北的萨拉赫丁公路自由行动,同时停火期间将准许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卡车,进入加沙地带南部和北部。 作为交换条件,哈马斯将释放首批50名背弃扣押的以色列人质,每天释放12至13人,而以色列也要释放被他们当作恐怖分子抓捕的150名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 双方表示,如果哈马斯继续释放以色列人质,停火时间将有可能延长,这份停火协议是以色列政府上下一致的决定。 那么很清楚的就是在这几天的时间,哈马斯将获得宝贵的机会进行修整和布局。 尤其在这段时间,饮水和粮食已经枯竭的加沙,将进入人道主义救援车辆。 以色列不会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兵败如山倒,丢掉了一半以上的领土,结果联合国按理会要求双方停火36小时。 以色列就是抓住这短短的36小时快速进行了调整,并吸收了来自美西方集团的大量援助,导致后期战局逆转,最后赢得了战争。 那么以色列为什么同意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呢?要知道在10月30日,内塔利亚和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会停火,停火就等于投降。 那是因为迫于联合国决议的压力吗?那是不可能的。开战以来,以色列对天对地对空气,几乎团灭了联合国在加沙的工作人员,还狂妄地号称联合国是非法组织,压根就不会听联合国的号令。 而且以色列在加沙开战的时候无差别轰炸与屠杀,自然也不会是因为要顾忌人质的安全。 事实上以色列之所以答应停战,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以色列已经打不下去了。战争打到现在,以色列的军事表现,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这一次巴以冲突开始到现在,加沙地带死亡超过13300人,屠杀的全是平民,其中超过5600名儿童,超过3350名妇女,超过107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超过37名记者,被杀死的99.9%都是平民。 真正干掉的哈马斯武装分子究竟有多少?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没有任何一个战保披露数据。 从双方目前交战发布的视频和相关信息中,预估以色列从空袭加沙后,哈马斯阵亡的人员不会超过200名,而以色列士兵阵亡的数据,现在官方发布的至少是374名,但事实上阵亡的士兵应该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因为以色列发布的复告上,基本上都是校尾级的军官,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都在发布视频,以色列发布的视频全部是轰炸加沙平民的,他们所有的工作就是拆楼,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对方的士兵,而哈马斯发布的视频是真正与以色列军队交战的,其中一辆辆的以色列坦克被打爆。 关键全世界看到视频都很惊讶,以色列完全不懂啥叫布坦协同,士兵们根本就不敢下车,都窝在坦克这里,以至于坦克被安装了炸弹,都一脸猛逼的继续往前开,战争持续的越久,以色列就越丢人。 而在同一时间,美国在伊拉克、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不停地被什叶派知乎袭扰,这一次美国罕见地保持了克制,就是一声不吭的挨打,生怕战争继续扩大化。 按照这个进度下去,以色列想要彻底铲除哈马斯的计划,完成可以说是遥遥无期,但另一方面以色列已经撑不住了。 开战以来,以色列抽掉了30万预备役,加上现有的军队,达到了48万大军,以色列955万人口,其中包含168万不当兵,不纳税反对建国的哈瑞迪,还有216万心怀不满的二等公民,也就是阿拉伯人。 这些人想当兵以色列也不敢让他们当兵,还要防着他们,也就是说以色列的实际人口只有570万,570万的人口,现在为了围困加沙,动员了148万军队,天天忙着去加沙吐城。 48万军队,占据了以色列实际可用人口的8%,这个数字就是相当的离谱和扯淡,放任何一个国家财政都要崩溃,按印度的人口比例,就是要有1亿的军队了。 俄罗斯打了20个月的俄乌战争,到现在满打满算,1.4亿的人口,也就是召集了大约50万不到的军队,朝鲜的军队比例算是最高的,也就是不到4%,而以色列现在是两倍以上。 以色列毫无战略纵深,国内没有任何矿产和能源,粮食自给率只有可怜的4.5%,2022年的经济总量只有5200亿美元,根本就支撑不了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历史上的几次中东战争,都是发动的闪电战,典型的如第三次中东战争,就打了6天。 现在招募的30万预备役,来自以色列的多个阶层,包括教师、农民、律师、医生、护士等等,相当于以色列年轻力壮的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全部脱港了,而根据以色列经济与产业部,11月11日发布评估报告显示,新一轮巴以冲突严重冲击以色列国民经济,导致76.4万名本国劳动力处于不在港状态,占比为19.4%, 这将会对以色列的经济造成致命冲击,这还不算这一轮巴以冲突以来,大量的外资和人口逃离以色列,而只要对加沙的围困和这一轮战争不结束,以色列的经济就不要想着恢复,而且战争继续下去,会导致大量的企业和资本加速外逃。 目前距离加沙最近的以色列地区,已有三分之二的企业已关闭或缩减业务,其中一半以上的企业收入损失超过50%,而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数据显示,冲突爆发以来, 与半数以色列企业面临超过50%的营业额损失,以色列的各项产业都遭受到了沉重打击,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支柱之一的旅游业,开战以来全球旅行团几乎都取消了行程,这个太明显了,明知道在打仗,谁疯了才这个时候跑过去。 以色列的旅游业收入最近一个月瑞减83%,其实能保留17%都不错了,大家都惊讶这个时候还有人居然敢跑过去,同时遭受严重打击的还有以色列的能源,以色列资源匮乏,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天然气,但是由于塔玛尔汽田被关闭,以色列的电价飙升,天然气出口量基本上已经完全停滞了。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战争才刚开始,以色列就向国际投资者借了60亿美元的外战,利息远高于行业水平,为6.25%,因为真的撑不下去了,所以多高的利息也不得不借了。 那么以色列现在面临的局面是,如果继续让战争打过去,剿灭哈马斯的目标根本无法达成,战争将无限期的延续下去,而地面部队的损失越来越严重,经济还面临崩溃。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同意停火的原因,因为真的打不下去了,于是就借泼下驴,宣布停火,而且非常有可能由临时停火转为长期停火。 草草宣布结束,等待哈马斯的下一次突袭,这一次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从现在来看,以色列真的是输麻了。 犹太媒体苦心经营的各种形象全面坍塌,所谓的以色列天下无敌的神话,最聪明的民族的妄语,全部都成了笑话,最后还被一堆国家断交,成功引起了全球的白祖仇视,掀起了反对以色列的狂潮,而无能狂怒,残忍尸杀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得到的唯一收益,就是全球都知道了,纳粹后继有人,把小胡子给洗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